财政法人蔡衍明爱心基金会今天到了彰化 捐助330户每户5000块 一共是165万元 若是家庭能够在过年前获得帮助 蔡衍明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他虽然到大陆发展他的业务 但是身在大陆 新在台湾 都希望台湾的同胞生活一天过得比一天好 所以几年来每年三届都宋爱下乡 那么从最先3000块钱开始 现在每户罚到5000块 最主要的是使全民能够生活更美满 所以他有这个举动 财政法人蔡衍明爱心基金会宋爱下乡 今天到了彰化 副董事长把捐助金交到弱势家庭的手上 对弱势家庭来说呢 多一点帮助就可以让年能够好过一点